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 郎景和所写的回忆录 一个医生的故事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这位就是 著名的妇产科专家 郎景和先生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 他的形象 一说到郎景和 就是穿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中这么说 生平只有一次 母亲历生地斥责过我 好像我只有三四岁 母亲背着我 傍晚了 进了镇上一个名叫 惠友春的馆子 想要给我买几个包子 店主人姓杨 称呼杨大爷 还没等母亲开口 杨大爷就热情地 把几个包子送到我面前 不知是我困了 还是有什么不耐烦 竟然一推手 将包子打落在地 我至今都记得 那老者蹲下十包子的情景 母亲在我屁股上掐了一把 不住地向杨老板道歉 回到家里 母亲怒不可遏 虽然没有打我 却声色俱利 其伤心之情 让我难过难忘 除了对人要和善 母亲交给郎景和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敬畏自然 尊重生命 他在书中写道 母亲对我最大的隐忧 从来都不是读书学习 或者什么不好的习惯 而是夏天 不可以去河里游泳 因为每年都有 溺水而死者 而游泳又是我很喜欢的 我唯一瞒着母亲干的事 也就是游泳 母亲是知道的 所以放学时候 我若没有回家 母亲肯定到河边找我 她并不呼喊 或许她只是在河边看着 但一定会把我领回家 路上却又不说什么 至于父亲 对郎景和最深刻的影响 就是启发了他对知识的爱好 在记忆中有几个场景 是郎景和念念不忘的 他写道 读中学的时候 我从县城中学放暑假回来 父亲为我在比较凉快的堂屋 搭起了一个木板床 铺上席子 那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虽然躺着读书不是什么好习惯 可就是改不了 《红楼梦》已经读了两遍 梁山坡一百丹八将的姓名和混号 倒背如流 吹几声口琴 然后朗诵莱姆托弗的孤帆 父母对郎景和宽忠有言的教导方式 也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他的骨子里 后来当郎景和也成为了父亲 他对待自己儿女的要求也是这样的 要与人为善 要爱护生命 要尊重知识 然而 您可能想象不到 这样的一个慈父 竟然也曾经狠狠地打过儿子一巴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郎景和写道 在儿子三岁多的时候 和一群孩子在我们宿舍的四层露台上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大一点的孩子 将他举到了女儿墙上 这是一条只有半米多宽 但是却是在四层楼高上面的矮墙啊 孩子颤抖着前行 非常危险 那颗的焦大夫看似情况 吓得惊呼着跑到二楼告诉我 大家又不敢在下面喊叫 我几个台阶一步地飞跑到楼上 从后面一把将他拽下来 就地痛大 力声训斥 以后绝不能到楼上来 孩子没有哭 只是使劲地抽气着 我的心和手一起颤抖 此刻的郎景和终于理解了自己年少时 母亲站在河边 看他游泳的心情 作为一名医生 他比谁都清楚 生命的珍贵 也就比谁都更加小心地呵护生命 因此 他的孩子作为医院的子弟 也就养成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特点 是什么呢 非常有趣 首当其冲的就是 讲卫生 郎景和在书中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貌的关切的态度 是生命底色的最为重要的基础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